接下来由我们在前方的记者明慧带来接下来的这个直播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央视记者李景奔 我们现在是在武汉天河机场的后机大厅 在我身边在我们这一侧穿蓝色冲锋衣的是贵州医疗队 而在这边是安徽医疗队 今天两支医疗队圆满完成了支援武汉各家方舱医院的任务 现在两支医疗队在机场相遇 鼓吹清闪 来教练 现在贵州医疗队和安徽医疗队都即将登机 现在大家都抵达了登机口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贵州医疗队 林队老师 林队老师 陶华红 跟我们网友打招呼吧 一起唱国歌 一起唱国歌 我们一起唱国歌 好吧 累计 起来不愿所有的人们 爱我们的羡慕 祝福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大量最危险时候 每个人的面包都发出最后的后车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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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众一心 到我们地道里靠谱 前进 向我们地道里靠谱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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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林队好 我看您特别激动啊 我今天这个场面 是是是 您跟我们网友先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您呢 您好 我是贵州省第五 元和医疗队的 我是领队 也是来自于我们贵州中央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对对对 今天我们这个医疗队呢 一共是有102个这个医疗队员 我们有20个医生 80个护士 然后我们是15号的出发 16日凌晨的 0点16分到达的武汉 来了一个多月了 今天是33天了 应该是 应该说是 来到武汉一个多月了 有什么让您特别难忘的事吗 其实给我最难忘的事 还是我们英雄的武汉人民 我们虽然是就是为了 疫情防控战争过来 但是我觉得武汉的人民 那种感恩 而且那种还有他们和我们 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和我们那种肩并肩的那种战斗 我觉得还是也让我们是来自于 祖国各地八方的医疗队 感受到他们这种 那种应该说是他这个 成英雄城市 带来的这样一个感恩情节 我觉得还是很受感动 然后我觉得这场疫情防控 我还感受到就是 我们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党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这领导下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才得到这样的一个充分发挥 发扬出来 你看一声令下大家闻风耳动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 所以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们觉得是党员 真的是我是党员我自豪 真的 我们在现在听 大家在唱我和我的组合 对啊 那种激动 真的我是中国人 我也感到很激动 现在很骄傲啊 真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我们的国家 越来越强大 是 今天要回家了 跟家人说了吗 昨天说了 昨天给家人说了 家里面也是乔派 我们赶紧回去了 对 但是首先也是先问到 你们一定要完成好你们的任务 我们说我们完成了 我们完成了我们的零感染 零死亡 零回头的这样一个目标 取得了接单性的成果 嗯 可能您作为领队 应该来了以后压力更大 您带的这一批队伍 特别想把他们平安带回家 是 我当时来就是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所有的队员 我说我一定要让你们 毫发 未伤的回去 那么我觉得我是 暂时完成这个任务了 我毫发 未伤的把他们带回我们贵州去了 是 家里人呢 您有孩子吗 我孩子今年大学毕业 他知道妈妈来了吗 知道 然后还在3月8号的时候 还悄悄给我写了封信 给我录了一段视频 我都不知道 所以当时我还是非常的感动 嗯 没想到儿子 您说了什么视频 说了说了 他让我就是说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也要保护好我们的队伍 让我们的队伍 平安回去 他说你们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战场上 一定要 妈妈我也信任你 我也相信你 我也相信咱们贵州的队伍 一定会很好的完成任务 孩子长大了 是是是 孩子长大了 真的是 嗯 我们现在也是在 要登机了 对对要登机了 一会就可以回家了 对对对对 必须在几点抵达贵州 应该是在11点20的样子 好 谢谢领队 谢谢 来我们到登机口 贵州 贵州医疗队的各位同事 你们的热情也感染了我 非常感谢你们 今天你们就要回到美丽的家乡了 刚才说 我们机场特别为大家有一份美好的礼品 一个永恒的纪念 感谢你们在武汉期间 为武汉人民健康所做的努力 所做的贡献 武汉人民一定会记得你们 家乡人民更是张开怀抱 在等候你们的归来 希望你们回去以后 严格按照 为党绝 为党组的要求做好14天的集中隔离 在此期间修养身体 做好总结 把在武汉得到的经验 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去 把武汉人民的热情 带回贵州 向贵州人民传递 武汉人民没有被压垮 武汉人民挺得住 武汉加油 希望你们一路平安 谢谢大家 现在可以登机 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 我们圆满了完成我们的任务 中国加油 中国加油 我们终于开闲了 回家了 加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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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加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贵州医疗队 你好 加油 你好 你怎么想说的吗 谢谢武汉 谢谢湖北 谢谢大家 武汉的人民很温暖 也是个温暖的城市 谢谢 武汉加油 后会有期 加油 武汉加油 后会有期 你怎么想说的吗 拜拜 拜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贵州医疗队 他们是完成了支援方舱医院的任务 今天大家返航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们平安回家了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武汉加油 我们与你们同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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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回家了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有没有一句话能总结这个 就是很激动很开心 说什么 有没有想对过去自己想说的话 成长了一次 有没有想说的 我们已经踏上胜利号 返回我们美丽的家乡贵州了 然后感谢武汉人民的热情 然后我们已完成了我们的使命 再见 谢谢 再见 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谢谢这次的经历 很高兴能够到武汉来支援 谢谢 再见 感谢感谢 欢迎来贵州旅游 贵州人民 欢迎你们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你们 武汉再见 武汉再见 加油 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 终于可以回家了 感谢武汉人民的热情 非常的感谢 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 武汉加油 我们很快就可以再次相聚 武汉加油 第三 武汉加油 你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 想说的话就是感谢武汉人民 对我们的帮助关系 武汉加油 我们永远会记住你们 你好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 哦 回家了很自动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嗯 没有没有 欢迎来贵阳玩 欢迎来贵州玩 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 对我们 这个说我们和武汉 后会有期 辛苦了 武汉人民辛苦了 想说的一句话吗 我们回家了 我们还会来的 等樱花开了 带着家人 辛苦了 你们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武汉必胜 中国必胜 辛苦了 辛苦了你们 前二一家人 武汉加油 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对我们尽头 就武汉加油 武汉越来越好 武汉加油 麻烦 谢谢 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今天有有不捨 然后也有也特别激动 回家了 然后 然后特别特别激动 真的 我就说很激动 肯定要回家了 虽然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是人家又进了一步 很激动 谢谢 武汉再见 武汉B4,武汉加油 武汉再见,明年樱花相约 武汉加油 想说什么吗 终于回家了 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武汉拜拜 就很谢谢 就是在这段时间 武汉人民对我们的这些照顾 温暖这些 再见武汉 再见 有想说的一句话吗 现在就 舆训结束了很开心 我们快回家了 武汉加油 贵州见 加油武汉 加油武汉 武汉加油 加油 加油 湖北贵州风雨同舟 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 武汉必胜 加油 明年我再来武汉 脱下口罩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 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 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 我没有想说的一句话呀 武汉人民 英雄的人民 然后期待再会 然后贵州再约 武汉明年再见 湖北贵州风雨同舟一起加油 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 我今天来到路上看到花都开了 觉得武汉就像这个春天来了一样越来越好 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回家真好 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回家见 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 我觉得作为媒体 这一次我们经历了这一切 没有缺席 哎呦 很激动啊 我别别 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 没有 我看您是贵州电视台的是吗 对对对 有什么话想说吗 现在回家 这一个多月了 就觉得非常的荣幸 能够和我们的贵州的这群白衣战士们一起并肩作战 山河无恙 感谢有他们 谢谢武汉 您能战下口罩跟我们打招呼吗 因为最后都没见过大家战下口罩 就其实刚刚听到他们唱歌 我都特别的感动 其实都哭了好几茬了 所以鼻涕都还在这个鼻腔里面 就特别不好意思 就真的是特别难忘 毕生难忘的经历 很高兴 很庆幸 很幸运能够在这里记录 谢谢您 不客气 祝您平安回家 万一我鼻涕有的话千万别用 不会的 再见 再见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贵州队的102名医护人员 现在都已经登机了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大家也会抵达贵州 大家会回去以后 先有14天的隔离一期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好的 那我们这一段的直播先到这里 今天我们还会持续在武汉天河机场 为大家带来医疗队返程的报道